听一个故事 品一段人生 欢迎来到《洞见人物》 在韩国的所有女演员中 有这么一个人 她可以凭借自身大胆又细腻的演技掌握镜头 使观众折服 文理道德 责任 这些字眼在她的电影里都会一一被剥落 她就是全杜妍 嘎那影后 韩国电影奖项大满贯 2020年就有消息爆出 全杜妍即将通过新剧《人间诗歌》 再次回归电视营路 但是当人们提及全杜妍的时候 往往想到的是她的电影 这位已经拿下了《百想》 青龙 以及大中韩国三大顶级电影奖项的女演员 可谓是激起了大脑贯 并且相比于韩国的其他演员而言 全杜妍获奖丰厚的次数可谓是一记绝尘 从1998年演艺约定获得《百想》最佳女主角奖 到2019年因生日而再次获得《百想》最佳女主角 全杜妍在作为演员的20年里 拿了四次《百想》最佳女主 三次《青龙》最佳女主 以及三次《大中》最佳女主 说一句韩国第一影后都不过分 同时全杜妍还是及张曼玉之后 亚洲第二个嘎那电影节的影后 还是唯一一位担任过嘎那评委的韩国演员 这样的荣誉对于任何一个演员来说 几乎都是至高无上的 除去奖项本身 全杜妍从出道至今主演的电视剧和电影 都是令人意想深刻 但是谁能想到拥有这么高成就的全杜妍 在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做演员的想法 甚至在嘎那电影节上获得影后后 他还说 从出道至今 从来没有想过会长时间做演员 而且一直做下去 从模特到演员全杜妍24岁就开始拿奖 日韩大多数演员几乎都是从模特过渡的 全杜妍也不例外 因为出众的外貌 全杜妍偶然间做过杂志模特 之后因被我们的天国剧组选中 而正式进入演艺圈 直到1997年才开始拍摄第一部电影 伤心街角恋人 他的第一部电影 便给他直接带来了演艺事业的高峰期 一部小成本制作的爱情片 让全杜妍在年纪24岁的时候 拿下了青龙和大中两座最佳新人女演员奖 这一下就轰动了当时的韩国电影界 第二年全杜妍更是乘胜追击 凭借约定拿下了自己的第一座白翔影后 而要说奠定全杜妍后期电影基调的作品 可能非1999年的这部《快乐到死》莫属 全杜妍在影片中首次挑战了 在大城市生活多年 并已经结婚生子的成熟女人形象 在这部影片中 他与旧情人上演了禁忌的婚外恋 第一次出演大尺度戏码 他在影片中的演技拿捏得恰到好处 虽然他大胆而不避讳地展示着自己的身体 但是却让人看不到一丝讨厌 更多的只是恋爱 全杜妍精湛的演技 将影片中陷入爱情和婚姻两难的女人 展现得淋漓尽致 欲望和责任到底哪一个 才是他最后的选择呢 最后发现都不是 全杜妍的绝望就此演绎了出来 少女妇女都能演 全杜妍用作品说话 全杜妍一直都是拿作品说话的人 大多数人认可他 是因为早期他的演技已经成熟到了一定程度了 就在《快乐至死》上映的同一年 他还和李炳线一起出演了一部青春剧 26岁的他出演16岁的乡村女生 虽然听起来很有违和感 但是通过他的演绎 让观众觉得并没有丝毫违和 青春期少女青涩纯真的初恋 被暗藏在日记本里的少女心事 被全杜妍演绎的活灵活现 情窦初开的少女和婚内出轨的成熟女性 两种不同类型的角色演绎 使他获得了青龙和大中最佳女主 仅仅只用了两年时间 全杜妍已经拿奖拿到手软 达到了很多演员无法达到的高度 不过 全杜妍并没有因为已经拿到这三大奖项而止步 尽管他说自己没有长时间做演员打算 但是由于自身极强的可塑性和强大的资源 他一直在尝试不同的角色 希望通过这一个个角色来证明自己是演员 就像主演快乐至死第一次大胆的尝试大尺度动作 他作为在韩国电影界里只摸爬滚打两年的新人 就能有勇气出演 很多人都很佩服 但是在全杜妍看来 这只是做演员的本分 一直到现在 全杜妍的电影几乎都是揭露社会现实的存在 尽管角色不讨喜 但是他总能凭借演技一挽狂烂 就像后来主演的你是我的命运 虽然演的是一个风尘女子 但是全杜妍却凭着他循序渐进 稳重的演技 让观众产生了一定的共情能力 并封他为女神 纵观整个韩国娱乐圈 像全杜妍这样爱惜羽毛的人并不多 国民度的持续增高 并没有导致他一同撒进商业片 而是持续在现实文艺片中深耕下去 恰巧因为选择继续深耕 才有了后来的嘎那影后 全杜妍因为在蜜羊中充满爆发力的表演 将女性的无助和绝望充分表现出来 让无数观众感同身受 因此而获得了嘎那影后 林飞文的《男神收割机》从影以来 一直是《男神收割机》的全杜妍 却几乎都是林飞文 这样的演员放在现在来看 已经非常少见了 在有了嘎那影后这样的光环后 全杜妍选择了低调结婚 其实娱乐圈中并没有几个演员 可以做到他这样 毕竟大多数人都是在自己 最耀眼最有价值的时候 一切选择高调形式 全杜妍低调也没有什么野心 也正是因为这种性格 才让他看上去更加迷人 2月14日 발렌타인데입니다 그래서 잠깐만요 我看过全杜妍电影的一部分人 因为一些大尺度的戏码才会给他贴上一些不好的标签 但是这并不代表他的电影不行 全杜妍的影片大多数都是以现实文艺片为主 如果我们用心观看 就会挖掘出这类影片最本质的意义 不可否认的是 出道以来 全杜妍的每一部电影里面的角色 几乎都很复杂 而且备受争议 但是由于全杜妍的演绎 让角色本身带着一份迷人的色彩 每一个角色的背后都是社会真实的反应 代表着最真实的人性 很多人认为全杜妍是男神收割机 但是其实他也是导演收割机 每个合作过的导演 几乎都对他赞不绝口 甚至连陈可欣都评价 他是很多国家导演都希望能合作的演员 如今 全杜妍虽然已经结婚生子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继续拍戏 他依然在做那个受人喜爱的演员 你看过哪些全杜妍的电影呢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这里是洞见人物 喜欢别忘了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